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 空气清新鸟雨花香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个湖中进来有一个岛屿 这座岛屿上面有一个村庄 演集着140多户人家 大家好,我是道远方李贤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在一个岛中的村庄上面 就是前面的这个村庄 这个村庄真的是湖光三色美不胜色 看到没有,前面有一条路 这条路是通往这个村庄的唯一的一条公路 如果说没有这条公路的话 那么这个村庄真的是一个 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村 这个村庄叫恒山岛村 恒山岛它是坐落在江苏苏州太湖之中 没错,这里就是太湖 太湖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 它的湖岸线总长是393公里 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村庄 就叫恒山村 我们现在在这个村里面随便走走看一看 来感受一下这边的 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山村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的水还是比较碧利的 你看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把上面的柳树倒映下来 它跟前面太湖的那一个 太湖水是不一样的 因为太湖水好像比较混测 实际上这个池塘的水也是太湖水 那为什么太湖的水今天这么混测呢 可能就是因为前几天下雨的原因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棵古树 这棵古树以我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 它可能就有一百多年的日系啦 前面还有一些人坐在这个树下来乘凉 虽然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这条路呢就是从外面 进入这一个村庄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可以开车阵来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这边 卖一点土特撒那撒的 哇 这里有一条鱼 还有鸡子 还有细子 以及板栗等等 你们这些都是在这个山上种的吗 是的 等一块带地址 啊 带地址 等一块带地址 我先看看等一下来买一点 吃不吃饭 现在不吃饭谢谢 我们转一圈 这里呢就是当地 就是岛上的一些村民 正在这边卖点土特产 前面这个活泼就是太湖了 这里还有一个牌子写的是恒山岛 什么呢 恒山岛路 对这条路叫恒山岛路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有柳树 这边的房子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些建筑风格啊 有点像那个 啥呢 有点像灰派建筑 实际上它这种建筑呢又不是灰派建筑 这里呢这个旗塘跟 太湖之间呢还有那一座桥 那一座桥 往这边走 因为呢有这一条路 有这一座桥啊 前面还有一座桥是五孔桥 外面可以开车几个进来 现在那很多人都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来度假休闲 看来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休闲度假养老的好地方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建了很多的房子 这些房子呢 有很多都已经去改造成民宿了 往前面走走看一看 我们是随便找个人来聊一聊也可以的 你看有很多的车都可以开到里面来呢 诶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座房子 这座房子是比较古老的 刚才听他们讲啊 这座古子 这座房子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里面住着一堆老呼吸 诶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座房子前面呢 还有一颗石榴 你看 那个石榴呢 已经是挺大的 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甜 应该是很好吃的 诶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座老房子 这座老房子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没有看到主人 诶 那边还写了一个警示牌 采一华石 也就是说这个石榴是不能随便摘的 呃 这里呢还有一条小巷 这条上次就可以到其他的人家里面去 诶 我听到里面好像有人在里面 转一下 你看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餐厅民宿 往前面走呢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民宿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一座房子还是比较古老的 嗯 嗯 特别有餐厅 不过它这边写的是属于 微房 危险请乌靠镇 哇 里面好像已经是没有住人了 但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 真的是非常有感觉 如果带人来这边拍照的话 应该是会 特别的美 特别的有意境 呃 上面呢还有一些爬山湖 这些草啊 长到这个房子的屋顶 诶你看 前面的那个房子也是这样 都是一些爬山湖 长出来的 特别的壮观 漂亮 看一下 也吸引了很多外面的游客来到这边打卡参观 哇 这座房子也是非常的漂亮 你看 这么多的爬山湖 把这一个房子要整个都要包围掉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好地方 里面的民宿也是特别多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 到四处都已经开始修成了很多的民宿了 在很久以前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咸尾年纪的地方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打破了原来的宁静 哇 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一堵墙 你看 都是绿色的爬山湖 把它包围住了 特别的美 你看还有小鸟在灰色银这边的空气是非常的好的 环境非常的舒适 才能吸引到这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游玩 这里有一个棉牌写的是东春春恒山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空气清新鸟也花香 你看还有前面的这些爬山湖 构成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画件 好了今天的这一个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现在要去太湖大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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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